好像這口罩成為了第一線的防線 而不少台灣知名的設計師 則是開發使用機能布料製造的口罩 口罩套甚至還融入了古典跟時尚元素 每天戴口罩防疫也可以兼顧穿搭時尚 每天戴著口罩好像一成不變 了無新意 現在只有設計師是開發這種造型口罩 讓你還可以變成每日穿搭的必備單品 粉色薔薇盛開一腳 兩隻單頂賀回首相望 就連王羲之的快學石清帖 顏真清的記者文稿 融入時尚元素正中央的繩子刺繡 貫穿整體造型 布料特別選用奈米銀纖維 和N95以上等級的過濾纖維層 它是一個醫療等級的口罩 但是我們是跟專門負責醫療等級 這樣生產的公司合作 我們還是著重在上面文樣的使用 那上面我們其實用了一些 可以重複清洗的一些材料之外 我們還有加了刺繡 仔細將兩側車縫 貼穿花變身口罩套夠復古 想走在時尚尖端一秒變身街頭新南 不用化妝也有美艷紅塵 食藥委員 食藥姐她有戴著這個口罩 是去參加立法院院會 那另外我們也有把這個口罩 送給我們很喜歡的 像是黃紫嬌嬌哥 時尚口罩話題趣味十足 另外這個保證夠吸金 像是我今天身上穿的衣服呢 是比較素色的 如果配上一個這樣印花造型的口罩呢 就會感覺身上比較有重點 而且仔細看啊 因為它側面是做這種半幅形的設計 所以從鼻樑到下巴都有完整包覆 這個地方會用一些鼻樑 可能這個地方就很不舒服 但是我們會把這個地方就是說 坐高就是讓它不用 完全的運用在這個鼻樑 但是它也是可以很舒服 就是可以照住這樣子 然後呢這個袋子的部分呢 也可以做一些調節 從印花字母到簡約素面黑 採用的是機能布料咖啡沙 相對輕膚除臭 外層則是防潑水布料 實際測試果真滴水不漏 但內貼的部分呢 我們還是採就是比較舒適的部分 就是反正貼在臉上的 肯定是很舒適的 那外在它就有這個防潑水的功能 口罩不只保護作用 非常時期 花點巧思防疫也能很時尚 東森財經新聞 同配合楊昭台北採訪報導